台灣加油 賴清德才剛抵達屏東東龍宮 民眾就熱情尖叫相迎 跟著尊總統發送限量 小福袋 我五點就來了 四點半起床 五點多趕到這邊 他本身就喜歡他是不是 迷 我是迷 他的鐵粉嗎 當然喔 清晨五點就來排隊 賴清德不僅發送祝福 當然也藉此機會 週春兼謝票 我們也要來排隊的選手 感謝大家鼠票 感謝你們大家支持 賴清德將在520走馬上任 南關也緊接而來 年假過去即將開工 內閣新人士備受關注 點兵點將 大年初一賴清德龍山寺走春 陪在一旁的周龍泰 就被點名是可能人選 其他包含行政院副院長周文燦 總統府秘書長林家龍 前文化部長鄭立軍 只有經濟專業的中研院院士 朱靜一 都被點名是可能的 隔魁人選 國安黨內閣人選有沒有眉目 還請到笑而不答 是否已經有眉目 不願鬆口 來而此次國會三黨不過半 黨內人士建議 首任隔魁 民進黨色彩不能太濃 得和在野黨加強溝通 以免剛上場就折損 未來的行政院不管是院長或者是部長 溝通協調的能力會變得非常重要 能夠說服三黨最理想 如果不能說服三黨 最起碼要能夠說服過半的支持 現在各國人選還沒確定 但能確定春節開工之後 人事案也將更明朗 要聘520之後國政沒有空窗期 參選中軍也成軍也中世軍 屏東博